誰要聽誰的 誰是老大 現在當然以目前來看 Google應該是最大的 可是問題是 他一出生 也不是說每個人一夫百姓 也不是說萬歲萬歲 沒有 但還是要搶食 所以Oracle還是不斷在 跟他在告他 他頂多是找了一些底下 比較聽話的一些 然後開個會 所以那時候好像有個報導 Google找了Facebook加Twitter 他們只是去喝個咖啡閒聊 然後就有同學傳了一個新聞 就是說他們即將使用SWIFT 當成是他們的基礎語言 這很妙 他們才吃飯喝茶聊天 結果變成說他們要 這個好像是兩回事吧 就像說兩個男女在那邊聊天 他們沒幹嘛 就被寫成說 他們 住在一起 或者 豬之類的 不過後來我就想說奇怪 他說往下看 最後有個報名表 有沒有 點擊進去 請 就是要填資料 報名他優惠 優惠金額 看起來好像不太優惠 好像哇 各十百千萬 好像很多很多又六位數字的 OK 所以那這個你說那種瞬息萬變 OK好 那我們就是V的部分 重點就是那個加了兩個按鈕 其實複製貼上最快 OK那你要知道怎麼貼 再來的話我們MVC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加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一定要宣告 因為我宣告多了兩個按鈕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一定要先宣告物件 連結有沒有 就把上面那個Button1 複製貼下來了 不過記得改前面後面也要改 之前有同學改了前面忘了改後面 前面改2 後面也要改2 有改 OK 然後呢 宣告連結事件 所以我要需要怎麼樣 做兩個按鈕 其實可以把B01複製下來 B02 做一件事情 怎麼樣 把ET01 多一個set test 然後做什麼 把那個我的stream 放到ADtest 其實我其實只是做這麼多事情 MVC只是在做一件 就是把那個字串裡面的東西 放到ADtest 但是沒辦法 一定要做這麼多事情 那以後有沒有辦法簡化一下 你想說 幹嘛這麼麻煩啊 我只是要放一個字串上去 要做這麼多事情 以現階段沒辦法 就是要這樣做 OK 那當然雖然他目前比較複雜 所以需要工程師 如果以後的話 是不是有個開發工具 他根本不要做這些事情 全部都自動產生 的話 那要工程師幹嘛 老闆自己做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說 目前你會被需要 是因為老闆沒辦法做 如果老闆自己會的話 老闆一定會自己來 放心絕對 他不會需要你的 而且他會馬上叫你趕快做 因為他會算那個 你游下來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曾經當過老闆 你如果當老闆 你就知道老闆的心態了 如果你沒有當過老闆 你就不會知道 所以以前 我都很會算 我發現我每天還算成本 算多少錢多少錢 然後這個人 他可以 我花這麼多錢 我應該 怎麼用 把它用到最大值 OK 然後 如果可以自己 就全部都自動化 所以為什麼以前會寫這麼多程式 其實因為遇到狀況 我以前要省錢 全部都自己來 因為你把那些 全部都自動化之後 那個人他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OK 所以 但是我後來發現 是真的不好當 為什麼 因為你要為了賺錢 最後你發現 你花在那個上面的時間 跟你獲得的回報 其實有時候不一定成正比 所以慢慢的話 懂得 不過至少經歷過 所以如果說你以後 能夠替老闆設身處地的話 你如果當過老闆 其實這是可以體會的 OK 好不好 這錢話 OK 好 那剛剛主要是 把MVC的觀念 套到這裡面來 解決了 多增加兩個按鈕 所以請各位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也許我就直接按update 上面可以更改 改完之後下面可以update deleteer一樣 所以 其實如果你要控制 Sequel Lite 其實 一招就可以了 Sequel 傳遞過去 insert update deleteer 通通解決了 頂多是 那個什麼 查詢 那查詢只是說要去接 多一個接 因為insert update的意思是 不會有return值 不會回來告訴你什麼東西 但是 也還好就是說 在那個 我們的slates裡面 基本上 我們上個禮拜也有提到 其實它是用什麼 road query road query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下查詢的語法 只有查詢比較特殊 那回來用什麼 用科蛇去接 接了之後呢 再去建一個什麼 精神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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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